阿龙是他们在说什么是总统跟你说的 2012大选中天最在地中天最靠近 请一下赞弃大声喊出来 选举发誓吐转白 11月15号起每周一到中午 天天咋你走会走 好 一起来关心选举 这次的总统大选很紧张 因为蓝军再次遭遇到国情分裂 进入最后12天气宝也悄悄发酵了 不管是马宋阵营各自在地方的耳语传播 或者是民众自发性的气宝 从过去几次经验可以说明 气宝的成效的确可能左右选战的胜败 范兰选明星中各有所属 但大家心知肚明 能胜出的只有一个 毕竟大选投票日 推票的话数开始出现 各自演绎都导向一个目标 气宝效应 这个典型冰糖的鸡鱼 只剩下16天的时间 大家应该是猛足全力准备入国 好不好 只要宋楚瑜拿到他的话 马英九九已经落选 既然那个人已经落选 赶快把票转购 马菜民调缠斗 宋楚瑜的支持度 从原本的10%出头 下滑到各位数 因为这选民开始归队 气宝已经悄悄发酵 宋楚瑜的喊话冲票意义大于求胜 但在选情紧绷的此刻 送拿几票成为马英九连任成败的 关键变数 这一次的选情比较紧绷 所以其实票票都非常的关键 更遑论说5% 那我们觉得这都是具有蛮影响关键的 选民他是睿智的 他自己会去做评估 到底说他这一票投下去 是不是真正能够发挥到 他关键性的一个影响力 国民党高层至今维持遵送基调 但这一票的影响力也颇有暗示意味 马英九要突围 期待由基层自罚蔓延的气宝发酵 国民党在喊气宝已经没有用了 宋先生自己在那边跑最清楚的 当事人 然后也得到很多外面的这些事实 在那边告诉我们说 是我们支持的人很多 亲民党对自己信心喊话 然而国庆分裂的结局历历在目 防纳中94年参选台北市长 和新党赵绍康厮杀 虽然传出气皇宝赵尔语 但效应不明显 中国陈水扁鱼得利 两千年总统大选 蓝营分裂 连送阵营互相操作气宝 结果两败俱伤 唯独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 蓝军马英九和王建轩相争 国民党成功操作尊王让马 成功让新党支持者 把选票集中给马 这位总统大选 气宝效应势必重现 蓝军一种声音说气谁抱谁 对 你觉得会有影响吗 多少有我们都会讲 会告诉他们 这些宋主义还是不错 可是他没办法当选 我们还是写马英九 帮他帮其他人 结果是没准 多少会有一点 可是我相信还是马英九会当选 蓝军有多焦虑 气宝效应就有多大 发挥空间 马送之间如何操作气宝 防堵气宝 成为选战最后两周的 决胜关键 离家 四周的马英九 家书 我们完成了 我们完成了 进行 我们完成了